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信线 那么我们把视线移到南海来关注一下跟菲律宾的武装斗争的这个局势 那么现在呢 解放军非常多的这个部队在南海南沙这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我为此呢 也是这个飞机也都延误了在南宁那边 因为很多战机是从这里起飞的 那么在我航行区有敌战损武装渔船活动 上级命令我舰立即进行补给打击 南海某海域 南部战区海军雪山舰 卢山舰等速收舰艇组成舰艇编队 开展高强度 跨昼夜多科目是战化演练 编队轮番对敌火力打击继承目标 那么现在呢 中国跟菲律宾啊 围绕着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的一些争端 包括这个黄岩岛的这个争端 爆发了非常激烈的这个冲突 中非关系啊 处在了十字路口了 那么美国呢 也是不停的暗示民事菲律宾啊 搞 大胆的搞啊 一切后果由美国负责啊 你只要搞就可以了 那么阿奎利诺又向中国划下了红线 只要有一名菲律宾的水水手或者是士兵死亡 那么菲律宾啊 就可以向美国去申请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那么自从上次在南海被我们用水炮攻击以后 最近呢 他们也没有什么运捕的行动了 那么这个马德雷山脉号上面的这个士兵啊 正处在这个饥饿当中啊 那么菲律宾呢 也有一个最新的动作和最新的一个举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菲律宾又耍小动作了 3月31日 来自美国媒体的消息 菲律宾方面又有了小动作 消息指出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小马克思下令 要求菲律宾加强海上安全协调 以应对领土完整与和平方面面临的一系列严重挑战 据悉 马克思的命令扩大并重组了海事委员会 增加了国家安全顾问副检长长 国家情报协调机构负责人和南中国海特别工作组 有评论表示 对于菲律宾来说 进行小动作不断 平行发生 不断闹事 凸显了菲律宾想在美国支持下获取一些利益的想法 而美国在把菲律宾的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在3月29日 美国太平洋司令阿奎利诺警告称 中国记者在南中国海震一水 针对菲律宾军队和平民的行动令人不安 他扬言 若局势不降温将有可能升级为灾难性后果 阿奎利诺威胁说 若攻击导致菲律宾人员上网 他们有权受引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有评论表示 菲律宾在美国的怂恿下 自己觉得貌似能获得相关利益 但这个想法恐怕真的是太幼稚了 那么他成立这个南海 什么叫南中国海特别行动小组 你都已经叫南中国海了 那么怎么你再说这里是你的领土呢 这个话我有点听不懂 那么他们的最新计划 菲律宾计划2024年在仁爱礁坐滩军登陆舰上 建造一座民用建筑 灯塔或海洋研究中心 相关预算拨款已经规划 20年 菲律宾计划在仁爱礁坐滩登陆舰上 建造一座民用建筑 灯塔或海洋研究中心 这些计划引发了许多的关注和猜测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乐观 并且介绍 众所周知 仁爱礁坐滩登陆舰的状况并不乐观 菲律宾军方公开照片显示 这时候登陆舰已经破烂不堪 船员创严重腐烂 简易铁皮棚子成为了非军主要的追逐地 这种情况说明了 菲律宾根本没有能力将建筑材料运输到仁爱礁上 更不用说进行复杂的建造工作了 这种内容 菲律宾的计划虽然雄心勃勃 但实际操作却充满了困难和挑战 那么菲律宾呢 现在呢 跟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斗争啊 他非在没有及时悬崖勒马 回头失岸 反而呢 是这个愈演愈烈之事 还要在这个南海礁上面建造所谓的 海洋中心灯塔 那么想要在这个地方长期驻杀 他那个马德雷山脉号 这种军舰已经破败不堪了 九九年到现在了 你想想看 所以说呢 这个仁爱骄 如果菲律宾跟我们继续耗下去 他知道是个死 但是 菲律宾也是 意识到 这时候作战军舰的状况非常不好 马上呢 也要这个 想要在这里 进行进一步动作 但是我说过 中国现在不仅是这个海警 在这里驱赶他们 现在连解放军 都已经出动 来驱赶这些菲律宾的 这些不三不四这些人 那么 现在呢 又成立了南中国海特别小组 那么持续性的要对我们的 进行这个挑衅 那么共军在这里 进行军事演习就非常有必要了 原来在共军的眼里面 菲律宾的军舰就相当于一艘渔船 那么我觉得 这个就是对菲律宾最好的 回应了 你不要老逼兮兮的 你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实力的 我在想 北约和就是美国自己都说了 夏威夷不适用于北约共同防御条约 他为什么要来这么讲 这么讲的目的也很明确 太平洋的事就是中国跟美国的事情 跟其他北约成员国没有关系 他们也不想跟美国来趟这桩浑水 那么也就是说你们西方强大的这个所谓的支持 已经其实是已经是不复存在了 只要解放军在这个地方 给他这个颜色 美国帮都不会帮 这一点非常明确 没有什么好唧唧歪歪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江非视作其东盟发言人 马来西亚前官员 东盟不必任命代表外部力量的发言人 今年以来 美非不断支持挑衅导致南海局势再度趋于紧张 中方一再表示 南海问题是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 中方坚持同意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 对此 马中友好协会会长 马来西亚前驻华大使马基德进入接受 环球时报记者参访时表示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 一直是东盟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愿望 中非应该回到对话的轨道 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的亚太 北约亚太化 只会使地区局势恶化 而非有利于地区的发展 对于美国意图将菲律宾作为其在东盟发言人的观点 马基德强调 东盟致力于维护自身中心地位 在地区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 东盟的核心原则是不结盟中立政策 东盟不骗在任何一方 东盟没有必要任命一个外部 代表外部力量的发言人 包括美国 马基德说 外界确实担心越来越多的外部力量进入 可能会破坏东盟的不结盟中立原则 事实上除了菲律宾美国阵拉拢越来越多的国家插手南海事务 国际舆论也由此认为 美国试图要将北约亚太化 对此 马基德表达了忧虑 北约亚太化对地区发展而言是负面影响 这显然会破坏长期以来 东盟在该地区不是外部势力 均是存在影响的立场 那么这个马来西亚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反可萨的国家 反可萨的国家 那么 反可萨的国家呢 它同时呢 现在它也意识到 要像这个印度尼西亚一样 跟中国呢 这个要搞好这个关系 那么它新上来 这个总理安华 对中国呢 态度也是非常不错 包括中国跟马来西亚的这个互签 这个签证的这个互免 这个政策 马来西亚总体呢 比泰国要好 泰国他妈是真的犯贱 中国人是泰国人的衣食父母 是他们的亲爹和亲妈 那么 但是泰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是非常的不友好 以及呢 自以为是 所以我说过 我们中国人就不要去泰国 你这么去让他们穷的穿开脑裤 有什么事情 你要让他们把你当作爷来对待 你出事了 第二天他政府钱打在你账户上 而不是你出事了 都不管你 但上海的马来西亚这一点 比他们要做的要到位一点 那么同样的 印尼的新总统 他们的国防部长当选了 也马上来北京 来见习近平 对吧 也来表态 要继续要来合作 所以东盟现在 你说他真的不站队 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还是什么 紧密团结在中国周围 只有这个菲律宾 那他是个钉子 这里沙子进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就要把他给揉掉 所以说在这里给菲律宾 现在南部战区 通通到那边去打炮 发射 非常有必要 打把这些武制是什么战损渔船 相当重要 恭喜他 让他听到炮声和枪声 所以看小马克思今天清楚这项命令 菲律宾今后可能要有所过激的行为了 在这里有可能不是斗而不破 而是斗争会破 这种态势愈发的明显了 还有一个 马来西亚抓获一名摩萨德特工 这个人可能要在马来西亚搞一些恐怖袭击 大家要知道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凡可萨国家 一直让可萨资本非常不满意 先后搞掉他两架马航的客机 都是波音的飞机 我这一次他妈的做 我因为广西跟上海这边的航线不是特别发达 只有东航在这个地方垄断这边的这个经营权 就是上海到这个广西 飞机都是七八七八的 就是那个被美国飞控系统控制的 九十度脚坠机的 这是这个飞机 我坐的是这个飞机 一路上他妈的摇摆的不得了 我总感觉这个飞机 正在高速俯冲冲向地面 吓得我心脏都痛 所以我恳求我们国家的大飞机 赶紧搞好 至少说现在 你说我有啥事我做 我是绝对不会做波音的 但实在没办法 实在是广西到上海这个航线太少了 而且每次安排都安排在这些角落里面 上海跟广西的这个连接是最少的 上海是扶植这个给钱拨款给云南的 重点帮扶这个云南 然后呢跟四川的这个关系也不错 但是跟广西这边就基本上上海跟广西 我看这个是关系是不咋地的 你看那个飞机 即使你从桂林飞回来 如果在普通机场 都是排在那个角落里面 如果从如果说我还是从南宁飞到红桥的 排的也是排在这个角落里面 所以说我们要搞出自己的这个飞机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航这个坠机两周年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再去说的呢 不就是美国飞控的吗 马来西亚你看这次也挫败了一个摩萨德特工 企图在马来西亚搞这个圣战运动 搞恐怖行动 因为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之前在马来西亚 说这个巴以冲突的时候 还有俄乌冲突的时候 说这些逼话的时候 马来西亚安华直接就是屌了这个 这个德国总理舒尔茨 所以马来西亚是个很坚定的反可操的国家 所以这样的国家 他到现在他们的人能站出来 说反对东盟成为美国的代理 这个菲律宾的发言人成为美国的代理发言人 你看看他们冒着多大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必须也要让我们的小弟们 不能失望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的跟东盟这些国家 跟他们讲一讲都通报一下 菲律宾再这样搞的话 我们要打他了 到时候东盟国家稍微要 要这个提前打个提前量 打个预防针 看这个架势是真的要打菲律宾了 而且小马克思现在是不悬而乐嘛 还要继续跟我们来斗争 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南海这边要报 做好心理准备 谢谢各位支持